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我们安琪老师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推荐给大家这个季节吃 今天要做的是实景菜心锅 这菜心现在是当季 又便宜又好吃 但它有点苦味 因为它是芥菜类的 所以我今天稍微拿一点香菇跟虾米来爆香 同时因为现在也是因为天冷 所以我特别来爆香 如果夏天的时候 你就直接丢在汤锅里头就可以了 那这个菜心当然要吃它比较嫩的部位 所以把它皮去掉 那就可以切块切断这样子 那如果我今天是切了滚刀 那你如果是直的切的话 到后面比较宽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这个切碎破 那这样的话熟成的时间就更快 老师现在热锅热油爆香香菇跟虾米 那这个就会使得它的肌底跟汤底更鲜美 对 那我今天还是用了一点高汤 因为冬天的时候 我就觉得要吃到稍微暖和一点的话 高汤会比较 看起来白汤会比较 学生有问题 这是什么白汤 这是猪 今天是猪肉 怎么做的 猪排骨汤 要么把猪排骨先汆烫 然后去洗干净 然后另外煮一锅开水 里面放葱姜跟八角 因为猪肉它有那个 腥味 对 放葱姜酒跟八角 然后就是滚了之后 我们就改小火 对两个钟头 OK 好 那这个葱姜酒跟这个猪骨 那炖出来的是猪骨的高汤 因为今天我们是搭配了肉类 而且我觉得菜心它 很多水分 很多水分 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补充水分 对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先盖上锅盖来滚 那因为两种菇都很快 那这边我来煎一下 那也是因为我觉得冬天还是有一点油比较暖和 所以我这边拿的是梅花肉 切成指甲 手指条肚 你这肉不是要直接入汤啊 不直接入汤 我今天是就是说想要让它暖和一点 而且多一点香气 因为刚刚其实大家也看到我炒这个香菇的时候 这个比较没有油水 油很少 然后这个猪排骨也是没有油的 所以这边我们来给它一点香 给它一点油香 我们来煎一下梅花肉 请问一下 这个梅花肉啊 怎么做甜制作业 我今天是给它用了这个排骨酥的腌法 怎么腌 排骨酥的腌法是用酱油膏 然后呢 酱油膏 然后里面要放这个红葱酥 红葱酥 对 红葱酥或者是蒜酥都可以 那红葱酥有的时候它买现成的 它会一片一片的 所以把它稍微捏碎 捏碎让它比较容易附着在肉上面 然后我们放酱油膏 它会有粘性 勾勾的 它可以粘住我们的番薯粉 然后我们用红葱酥 然后用白胡椒 然后跟这个五香粉 五香粉 白胡椒 红葱酥 酱油膏 跟糖 跟一点点的糖 对 因为它还在比较偏甜 大家都晓得嘛 然后最后再来裹这个地瓜粉 再裹地瓜粉 你这样直接煎出来 撒一点胡椒粉 它就是排骨酥 排骨酥汤 所以像我们一般腌这个酥肉 萝卜 或者是做排骨酥 我们都是用这种腌法 好 这样腌法出来 你吃吃看 这个排骨它的肉本身 味道不一样 味道不一样 好 那我们传统还有一种排骨酥汤 排骨酥汤 因为你今天用的部位是梅花肉 然后你只是用一样的腌料 跟一样的地瓜粉 然后去创造类似排骨酥的口感 传统有一种排骨酥 它是带骨 然后它一样用这样的腌料配方 然后它那个叫去炸 因为骨头它有那个筋 所以要炸的时候 要长时间的去蒸 把它蒸烂 把排骨的那个筋 靠着骨头的那个筋 给它蒸烂 蒸烂 对 那所以我们就不太适合 在家里头做这种快速的 因为在家里面 如果说家庭主妇是上班族的 回家你要去炖 光是排骨酥炸好了之后 还要去炖一个做葱头把它炖烂 太麻烦 所以我就想到用梅花肉来带气 然后那个五香粉 胡椒粉 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 然后糖 然后酱油膏 还有油葱酥 把它捏碎 那你要再加一点蒜酥也是可以的 油葱酥酥或蒜酥两个挑一个 那我们让它在这边慢慢煎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这个虾也是比较特殊 因为我现在觉得台湾或者是东南美 像这个中南美跟东南亚 其实很多国家都在养这个白鲨虾 这白鲨虾是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 最容易看到的一种虾 但是它有的缺点 它硬 你把它破背了之后来炒 它有时候因为破背开来之后 它的薄 所以它炒起来有点嫩嫩的 但是我们常常拿它整颗去煮汤的时候 它会吃起来比较硬 所以我把它拍过 你整条虾这样拿刀拍扁 然后一切二 然后我给它稍微腌一点盐 稍微腌一点盐 然后就也是拿白薯粉 那虾的话我们就不煎了 因为虾要吃它的嫩度 我就不煎了 好 那这个就差不多 这个真的很排骨酥 闻到这个香气 而且你用一点点油 把它煎香就够了 也不用用一大锅油炸它 不用炸 但是你如果是排骨的话就需要炸 因为排骨大块 对 好 那这边我们的汤也滚了 汤滚了 好 好 那我们再来加一点水 我今天因为排骨汤蛮浓的 稍微加一点水 既然要大家多喝汤多喝水 好 我们就来多加一点水 好 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这个菇类放进来 好 我们菇也可以下去煮 用的是红喜跟美白两种菇 现在台湾的菇类其实非常的多 你如果喜欢脆口一点的 像刚刚谭老师用的这个白铃菇 也是很好 这是比较脆口的 那这两种菇 红喜跟美白是比较滑口的 茶树菇跟刚刚那个白铃菇 都是属于脆口的 对 口感不大一样 对 口感不一样 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来挑选 那我这边就先来拿一点盐来调味 好 我们先把汤做好 然后旁边那个仿造的健康版的排骨酥 排骨酥也弄好了 就可以下去了 我们就等它再滚 那这个虾仁因为容易熟 对 所以它其实也后下 对 那拍过之后它的口感也会不一样 就不要松散 然后你吃起来它有番薯粉 地瓜粉在外面裹着 吃起来就滑溜滑溜的 你也不用去咬它 咬它的话那个 我老觉得现在的这个白铃虾 便宜 物美价廉 好美 好买 但是就是口感差一点 好 就是要改造它的口感 改造它的口感 好 那今天这边滚了 我们就把排骨酥 好 我们不要油 我们光把酥放进来 好 现在真的排骨酥香 所以有的时候 像我们妈妈们 还是不可免得在家里面 我们炸一些东西 或煎一些东西 因为小孩子都爱吃煎的炸的 比较开胃 比较开胃 那其实与其你到外面去买 那种盐酥鸡啊 什么香鸡排啊 还不如自己煎 不如在家里自己做 最后我们要撒一点那个白胡椒 白胡椒 对 然后来香菜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喔 排骨酥放进去 你看看来又加了什么 像虾子这种鲜味很重的东西 那把它配起来 这个味道就层次感非常够 而且非常的浓郁 冬天的时候喝这一碗大热汤 感觉上好像 不过话说回来 喝热汤上天堂 这个事情还是要看情形 因为在所有研究都跟你讲说 65度以上的 不管是热汤 热茶 热咖啡 通通会增加口腔癌 食道癌的机会 像我自己就有一个病人 71岁 他们家从小就很养生 听说他 自己的妈妈就教他这样子 所以他一辈子不喝冷水 冰水 他绝对不喝 感谢观看